鬼三观 最丑的纹身能有多丑 一个好的纹身 能让你自信 让你感觉爽 甚至还能带来桃花运 可是丑的 就别说什么桃花了 可能连狗屎运 你都别想走 在美国 每年都有数百万人 花着数十亿刀 在自己的纹身上 但你可别以为 有钱就是爹 花这么多钱 搞出来的纹身 可真不一定好看 现在就来花些时间 尽情长相下 他们这些失败的作品吧 我叫大卫 我有一个蠢到世界尽头的纹身 就是我肚子上的这一堆 他们的意思大概是我超好喂养的 投个十倍 现在想想真是坑爹啊 我肚子都胖成这样了 还要把这句话纹在上面 每次搓自己肚皮 都有千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唉 可能自己脑子进了十吨水吧 布莱恩身上有超多刺青 其他都挺好的 但背上这个像恶魔的玩意儿 我是觉得怪吓人 每次看见 鸡皮疙瘩都要掉一地 我也这么觉得 虽然我自己看不见 但我真的不喜欢这个纹身 这玩意儿是他前妻给他纹的 特别是旁边 还有两具骷髅 他们好像在玩悠悠球 他可能很讨厌我吧 不然也不会给我纹出这些东西来 画面太美 我不想看 我叫香农 嗯 别好奇 我怎么一上来就开始脱衣服 因为老娘对自己的上围 还是很自豪的 可是 可是在中间 因为纹了一条丑暴了的龙 让我自己都要被恶心到了 渊渊看过去 就像被泼了一滩墨水 不把他弄走 老娘我这辈子都穿不了深V短裙了 看完这些反面案例 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想要掏钱纹身 麻烦你们先想清楚 想清楚啊 你们觉得 视频里的哪个纹身最长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